第15题 甲水温升高10度C 以水温相降10度C 丙水量增加100公克 丁加速搅拌 物加更多砂糖 请问上述哪些方法可以改变砂糖在30度C 100公克水中的溶解度 这个题目出的并不好 因为它如果已经限制了30度C 那么溶解度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除了改变压力之外 那么但是我们也没有别的答案可以选 所以就不用管它了 那么甲水温升高10度C 会增加溶解度 这是有改变 以水温价降10度C 这个是降低溶解度 这个也是有改变 丙水量增加100公克 水量增加100公克 可以溶解更多的砂糖 但是我们的溶解度不会改变 我们的丙是错的 丁加速搅拌 加速搅拌只会使溶解的速率变快 但是不会增加溶解度 所以丁也是错的 物加更多的砂糖 如果它已经达到它的溶解度 加更多的砂糖是不会再使它溶解的更多 已经饱和了 所以物也是错的 所以能够改变溶解度的只有甲跟乙 因此第15题问我们说 请问上述哪些方法 可以改变砂糖在30度C 100公克水量溶解度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甲乙 请订阅